在修参悔的时候 注意一下他 找不到自己的过失 好像自己没有缺点 看别人全是缺点 看自己一个都找不到 你怎样能发现自己缺点 看到别人的缺点 回光凡兆国有没有 找出来了 那是自己的大门人 那是自己的真善知识 他帮助你改过自信 你能不感恩他吗 你还能说他不是 那就忘恩负义 感谢他 知恩报恩 自己修学的功德 常常给他回想 不是他怎么能提升 不是他怎么知道自己还有过失 所以六祖在谭经上讲的好 若真修道人 不见他人过 没有过 他都是在像唱戏一样 他唱反面的 他能提醒我的 哪里是他真的过失 我们把他当菩萨看待 他没有过失 他那个作为是帮助我 让我发现自己过失 我们用这种心态 这就是菩萨性 就是菩提性 我们常常要把别人过失 放在心上 在自己的心变成别人的落索头 你怎么能得清净 你要是得到清净心 清净心是四亿心不乱 身西方极乐世界 不失同居图 身方便犹豫图 品位大幅度的上身了 你要是懂得这个道理 明了这个四世真相 还会把别人的不适 放在自己心里吗 吃大亏了 这就诸臣大错了 常常念着别人过失 纵然 你能往生 你是在同居图 凡身同居图 品位不高啊 所以 敬重同居 我们明白了 我们认识了 决定不干这个傻子 人人都懂得 迎卧扬善 那个坐卧的人 他有良知 他会想到 你看我坐卧 别人都原谅 都不受我 我做一点好事 他都赞扬 慢慢他就把他良心 唤醒了 他就会改过自心了 你就帮一个人 回头生安了 诸佛菩萨的用心 我们细心去观察 渐渐就明白了 要向佛学习 其实 许许多都做 做错事情的人 我们看到了 我们用什么心态 就对待他 如果用佛的心态 我们的境界就提升了 所以 他行善 行物 全是我们的善知识 都能帮助我们提升 儒家讲 三人行 必有无私 这三个是什么人 自己是一个 一个善人 一个我人 两个都是我的老师 善人 我见到了 想一想 他的善行 没有没有 没有向他学习 要有很好 要保持住 那个做卧的人 也是我的老师 我看到了 想一想 我有没有这个过失 有则改至 无则加勉 那个做卧的人 比做善的人 对我们 还有利益 为什么 在修忏悔的时候 注意一下他 找不到自己的过失 好像自己没有缺点 看别人 全是缺点 看自己 一个都找不到 你怎样能发现 自己缺点 看到别人的缺点 回光 烦照过 有没有 都出来了 那是自己的 大善人 那是自己的 真善知识 他帮助你 改过自信 你能不敢跟他吗 你还能说他不是 那就忘恩负义 感谢他 知恩报恩 自己修学的功德 常常给他回想 不是他 怎么能提升 不是他 怎么知道自己 还有过失 所以六族 在弹经上 讲得好 若真 修道人 不禁他人过 没有过 他都是在 像唱戏一样 他唱反面的 他来提醒我的 哪里是他真的过失 我们把他当菩萨看待 他没有过失 他那个作为是 帮助我 让我发现自己过失 我们用这种心态 这就是菩萨心 就是菩提心 忘实菩提心 纵然修一切善法 这祖师大在讲 那这叫母 这不是佛 佛决定不能够 离开菩提心 这是我们应当要学习的 就是不要忘记 时时时刻刻 之中的本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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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